再做外框的部分 那我們取18G的圓線 30公分 28G的圓線 120公分 那我們一樣將18G的圓線的中心點 以工具壓扁之後 把它往兩邊拉開來 並且做出這個圓弧形 那這個葉子的形狀 在這個時候就要稍微的做一個調整 要確定你大概的圖形 同時要跟這個稍微比對一下 因為這中間我們還會加竹子 那你如果不要這個這麼空 那你就要把這個圈圈放小 這個圈圈就要把它放小 這樣子它才不會那麼大 好 這個交叉點往下移圈圈就變小 你往上移這個葉子就變大 所以可以稍微邊做邊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要來邊加竹子 那還是由中心點開始往外邊 好 所以這個28G的線一樣去中心點 在一條線上先讓 我們把它跨在這個18G的線上 讓五圈 五圈之後加入一顆六咪的珠子 因為這裡是中心點 所以比較特殊 我們要繞到這一面 剛才在左側 那現在要到右側 一樣繞這個 讓這顆柱子是在這個尖端的中間 那一樣 細線繞出線 五圈 已經繞五圈了 那我們一樣再加入一顆珠子 我們讓這個珠子在這個線的內側 不要在外側 一樣繞五圈線 以這樣的方式將右側全部都加 這個距離 全部加上這個六咪的珠子 像這樣子 全部一側加上大珠 那另外一側一樣 就是以這個方法 在這個地方先加一顆角珠之後 再繞線圈 同樣的做法 一側是加大珠 一側是加小 加水晶角珠 這樣子的方式 把兩邊都編起來 但是我們不要編到整個到這個交叉點 我們要留一點點縫隙來跟剛才的那個已經完成的組合 已經就是在這個大的18G的這個框 兩側都已經加上珠子了 那現在就是這個高度呢 大概就是從這個 因為每個人繞線的那個鬆緊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抓高度 就大概從這個根部開始上來 大約是五公分 線結束的地方大概是五公分左右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這個把我們已經編好的這個小的拿進來 跟它比一下 差不多 那我們就把這個交叉點的這個位置的線 摺90度 這個地方交叉點的地方摺90度 現在我們要把這個加進來同時固定 因為這樣子的話它會晃動 所以我們在繞線的時候要把它稍微的固定一下 現在這個線 目前是在內側要把它繞到這個內側來 目前線是在從底下 由下往上 那我們要把這個加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由上往下穿 由上往下 繞這個小的 要反方向 現在那個大的框出來的時候是由下往上 那現在要加這個小的進來的時候 那現在要加這個小的進來的時候就要由上往下 並且要往右側的方向 繞 等於是從這個縫縫再出來 從這個地方 往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由下往上從從這個 這個 兩個 內外框的中心點 那個中間出來 那因為我們現在要來繞這個 已經做好的這個框 這個地方 我們要繞兩圈 至少要繞兩圈 至少要繞兩圈 這個線比較多 所以要稍微小心 不要卡到那個 稍微注意一下那個距離 我們要用左手稍微的把它固定一下 固定一下 左手 把這邊稍微握緊 這樣子 不要讓它跑掉 再來拉線 那現在這個上面已經有兩圈了 那兩圈之後 我現在線也是由下往上上來 那我要到外框的時候 就要由上往下下去 那一樣 繞這邊 因為這邊的話 我們是要讓它前進比較快 所以我們可以 多繞兩圈 就等於是恢復到繞五圈 五圈 前進 好 那現在又要來跟這一個內框做結合 那現在目前線是由下往上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由上往下穿出去 那因為這邊內框 我們已經就是已經有編好了 所以我們就不要繞到五圈 就只繞兩圈 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個位置跟距離 就不會繞一圈 剛剛已經繞一圈 好 所以再繞第二圈 這個線就不要 confession 到 接下來就是 因為現在線在下嘛 所以我們就要由上面去捲 這一個外框 所以要從這個中間 這兩個配件的中間 往上出來 再繞這個線五圈 好 那一樣繞五圈了 那一樣我們現在要來 加這個媚框 那記得就是說 現在線是由下往上 那我們這裡就要由上往下 目前線是從下面往上面穿出來 所以我們要加媚框的時候 就要由上往下穿出去 就要來吃 第二天 就要喝起來 就可以再吃 就要喝 自己完成 下個水 很香 就要喝 一點點 但是 就要喝 太多了 就是慢慢的把它編出來 那這邊也同樣的做法 就是把它內框跟外框 把它覆定起來的意思 這一側右側來講 目前線是由上往下 所以我們在跟內框做結合的時候 就是要反方向 所以是要由下往上 就不可以再由上往下 那是同一個方向 因為目前線是這樣子順時針方向繞 所以我們就要反方向上來 就是要跟你另外一側的線是反方向 這個線 線頭的這個不要去卡到 不要卡到任何的線 就是記得原則就是反方向這樣子 如果說像這樣子 正面來看的話 這個外側的框 目前線是由上往下這樣繞 那繞到這邊來的時候 我們要到內框的時候 就要由下往上繞出來 那記得是往那個交叉點的位置前進 不可以往珠子的方向前進 那到這個上面比較接近這個交叉點的位置 因為這個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去跟內框做結合了 所以我們直接就把這個線繞在這個18G的線上 把它繞到這個交叉點的位置上 兩邊都一樣 另外這一條也是一樣 就已經接近到這個上面的這個 所有線結合在一起的這個線頭的位置 那一樣我們用這個剩下的線 28G的細線 把這個地方繞兩圈 那一樣另外一條線 反方向繞兩圈 好 先暫時放著 這一次不可以剪掉 那我們一樣 我們一樣我們做那個 醉耳的那個方式 就是拉18G的線 兩條出來 我們來做醉耳 那這個的話可以繼續編 我們來做一個繼續編的好了 好那我們做一個馬眼的形狀 馬眼的形狀 把這個 稍微調一下 拿比較長的那一條來編 然後 放這裡 做一個稍微 一個 馬眼形的 一個形狀 馬眼的形狀 有一點菱形的感覺 那我們要對盤來看 這邊的話就是 是一個菱形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一樣 以這個剛才編制的方法 這個 取比較長的線來編 就 如果你的線夠長的話 可以這樣子做 在編的過程中 發現這個線不夠長 那我打接線 但是不是直接這樣子接 基本上我會這樣子 因為線是這樣子繞過來 是從繞到這個方向 那我們就這樣子進去 那我會在 繞五圈的地方停下來 這個就是 這個已經繞了三圈的線 這個地方我繞三圈 基本上它已經不會跑掉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剪掉 然後這個線 就要再接上去 那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把它多繞一圈 等於是繞三圈 因為我們本來在接合的地方 是繞五圈嘛 但是因為這裡是要接線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繞三圈 然後再把它稍微擠一下 然後一樣就繼續繞 重點是在這個旁邊的這個地方 然後要編得漂亮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起編的 剩下的這個線 都一樣把它剪掉 好那這個我們已經編的差不多了 到交叉點了 好那最後的時候我們利用這個線 把這個交叉的位置 繞三圈 並且再繞單線 剛才是繞在交叉點的位置 是交叉點那個位置 繞三圈固定 那接下來繞單線 繞三圈 因為我們要做結束了 把這個線固定在這裡 然後再剪掉 那我們利用這個圓柱前 在差不多中間的位置 就是把這個往 要追看正反面 這個現在是往反面的 往背面的方向折下來 就變成是一個墜耳 一個墜耳 好那這個交叉點的位置 我們稍微的把它夾住 往上提一點點 這樣它才會固定住 剛才那個細線 我們不能直接剪掉 我們還得要再固定這個地方 那這裡用剩下的線 把它繞一下 那如果像剛才這樣已經剪斷了 那就再拿另外一條線來 但是這個線 我們要先固定一下 一樣要繞單線固定 因為我們線 剛才不小心剪斷 所以這個不能剪掉 那我們一樣先繞三圈 它就會固定了 就可以固定在這個 基本上就是線它不會跑掉 多餘的這個短短的一點點 我們把它剪掉 不要 然後再來繞這個交叉點的位置 一樣要繞三圈 然後最後再來 繞另外一條單線三圈 把這個線固定起來 那這兩條線 一樣不可以直接剪掉 也是要做造型 那我們可以做小小的螺旋 來這裡把它擋住這個位置 美化 那剩下的這個 有四條線在這個正面的地方 我們也是可以去做造型 像這樣子 就是可以去做造型 把這個比較醜的地方 遮起來 擋起來 好 好